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年最流行的新玩具 你玩過了嗎 那就是 DCP 就Delta Coffee Press 那 DCP 從問世以來 從前陣子大缺貨 其實是全球大缺貨 不是台灣大缺貨 到現在供貨逐漸穩定 那前陣子我們剛經過了愛樂亞大賽 那未來會不會有 DCP大賽呢 其實學長非常的期待 因為 DCP 其實在使用的功能上面 跟愛樂亞是不太一樣的使用方式 而且喝菜的質感也不太一樣 但是它有很多的可玩性 其實目前網路上還沒有非常多的資料 那學長今天提供大家一個很棒的方法 叫做三分之一注水法 其實學長很喜歡用三分之一這樣的數據 來詮釋各種器材 像手沖啊 或者是 塞澳 或者是 DCP 其實學長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三分之一沖煮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喝咖啡的時候 我們利用這樣的觀念來做萃取的時候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喝起來均勻 而且前後段很容易做出變化性 不會永遠只做出一個味道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們還是再來瞭解一下 DCP的使用方式 好 簡單講一下 那它跟愛樂亞呢 感覺好像有一點像 它就是一個這樣一個壓的地方 一個桶身 但是實際上呢 它的咖啡粉呢 是放在這裡面的 是放在這個這裡面的 跟愛樂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放濾紙以後呢 粉是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的粉呢 是被固定住的 並不會飄到桶身裡面的 所以你是可以利用這個特色 做出跟愛樂亞不同的調形 愛樂亞的水跟粉 永遠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就可以藉由這個 往上拉抬的動作 水往上拉的時候呢 水就會從這邊漏到下半部 進而呢 跟我的咖啡粉可以進行浸泡的狀態 然後再快速的壓下來 這樣子呢 就可以做出跟愛樂亞純浸泡不一樣的口感 而且它可以分段 就是你可以 假設200cc的水可以分三段 分五段 然後你壓的力道呢 這五段壓的力道都會不一樣 就讓你的風味呢 會呈現不一樣的狀態 就有點像是手沖的分段萃取 好 那了解這個基本的觀念以後呢 我們就來試一次 什麼叫做三分之一萃取法 好 DCP的豆潮呢 最多可以放到25克的豆子 但是實際上呢 它的水呢 最多只能放到250cc 所以呢一般來說呢 我們是不會放到那麼多的豆子 要水分比會太高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是放15克到18克的豆子 然後水大概是用225到250之間 但是學長建議大家用到225就好 250呢水會有點高 所以225是比較好控制的 所以用15克的粉 配225克的水呢 就會做成1比15 台灣人喜歡的粉水筆 就很容易成功 好 濾紙的部分呢 學長建議大家還是可以先稍微浸濕一下 好 濾紙 然後放進去以後 一樣 在濾杯上面呢 我們稍微用一點水 把它浸濕 OK 浸濕一下 比較不會濾紙味 然後水溫呢 可以稍微高一點點 92、93都可以稍微高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豆子呢 是Golombia的豆子 然後我們使用15克 15克的豆子 那研磨度 希望特別要 祝福一下各位 BCP這種 這種萃取工具呢 原則上它的研磨度呢 都要比手沖再細一點點 你的風味呢 會比較足夠 而且我們待會要介紹的這個1 3分之1萃取法 它的時間非常的短 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種 萃取法 所以你的研磨度要稍微細一點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OXO的磨豆機 我使用的是 6的研磨度 我平常使用手沖是8.5或9 那我們今天使用6 那如果我是用小富士 或是小飛馬的話 假設你平常用4 你可能要3或是2.5 所以是要比平常細蠻多的 OK 研磨完畢了 是比較偏細的 OK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倒過來 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 倒粉 然後就直接倒在 我的杯森的上面 然後15克的粉 其實已經蠻多的 所以塞到25克的粉 是會蠻多的 好 蓋起來 然後轉緊 它有一點點 可以轉到很緊 所以它會轉緊一點點 好 這個部分準備好以後 就不用電子秤了 因為它上面有顆度 它上面 顆度在這邊 這邊是225克 我們用15克的粉 所以我目標呢 是225克的水 好 蓋子 現在都有附這個 蓋子 倒水進去以後 如果你用手壓的話 會燙到 所以你記得 倒完水以後要蓋蓋子 要不然你會很燙 然後水溫呢 大概是92度左右 稍微高一點點 對你的萃取效果是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待會會分四段 第一段做悶蒸 後面三段呢 我們就是做前中後三段 OK 好 準備給水 那我們要給到 這裡225克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水 你也不用前面 粉已經在下面 但是你不用緊張 因為你現在給水的時候呢 你的水是不會吃到粉裡面的 所以你給的多快多慢呢 其實都沒有影響 好 這個時候還沒有 水還沒下去喔 好 225到了嗎 好 可以差不多 再多一點 好 225 OK 好 然後這下蓋子記得蓋起來 看把手會燙到 好 看225的情況之下 蓋子完全不會吃到水 剛剛好 所以是很好的位置 然後呢 第一段我們先拉到50的部分 往上拉 50 OK 然後呢 稍微往下壓 輕輕壓就好了 讓你的水 進去 然後時間按下去 然後這個時間呢 大概20秒到30秒 你可以發現我下面的水呢 只是壓到我的粉裡面 其實實際上呢 它滴下來的濕氣數非常的少 所以呢 這段時間就有點像是手沖的悶著 我讓我的咖啡粉盡量吃水 而且呢 那待會第二段第三段的時候 你壓的過程之中 它就是吃飽水的狀態 這樣你的萃取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一段大概等20秒到30秒 好 然後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呢 都是拉到75的位置 75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75的指標 OK 我們第一段悶蒸部分做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拉第一段到75 OK 就是你這條黑色的到75的時候 直接壓 不要等 直接壓 然後放完水 第二段再拉 到75 然後再壓 也不要等 然後你每一段的越後面會越難壓 然後第三段再拉 拉到全部水流完也是75 然後一樣第三段再用力壓 三段都不用肯帶齁 就拉起來就壓下去 拉起來就壓下去 然後就完成了 OK 然後你越到後面你會發覺說 你的壓力會越大 抗煮會越強 因為你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咖啡粉已經吃飽了水了 所以它抗煮很強 所以你脆出來的味道呢 也會更濃 越到後面會越厚實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好大約我們萃取出來 有160 170 左右 大概160 170 因為我們用225克的水嘛 對不對 那幾彎的話大概還有4、50CC的水 會被吸附在咖啡粉裡面 非常好喝齁 均勻 甜感強 而且呢層次蠻顯著的 那這個就是DCP的三分之一給水法 那但是這個 剛剛這個做法呢 是個基本的方式 那如果我想要再用這個 三分之一給水法做 變化怎麼做呢 我們接下來第二次充足的部分 跟大家講 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三分之一給水法 之間的變數調整 做出你想要的味道 那怎麼調整呢 需要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剛剛研磨度是用 OXO的6 那用你的磨豆機的話 假設你是用3 如果你第一個部分覺得濃度太濃或太淡的話 你第一件事情當然要調整的是你的研磨度 所以呢第一個變數就是濃淡 你就調研磨度 那我覺得我的6是OK的 我就不調研磨度了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三分之一 第一段悶針大概是30到40cc 後面大概是75 75 大概整體來說是225 因為DCP其實是拉到75的部分 是不足的啦 不會到75 大概是60到65之間 我們就來思考 如果你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我壓的時間不一樣的話呢 就會讓你的風味形成不一樣的感受度 所以等於說 我該怎麼玩DCP呢 就是 在基礎的狀況之下是 水一拉上去就直接壓 但是如果你想要調整 比如說第一段 我想讓它變得不那麼酸 我可以怎麼做 就是第一段拉上去以後呢 我可以等待個5秒到10秒 我再壓 那就這樣子來做調整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理想參數 那學長呢 就來提供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參數喔 OK 這個參數呢 就是第一段 跟第三段呢 我們等待時間比較長 然後第二段呢 是立刻壓的一種參數 那這個參數 其實也是學長自己調整出來的 測試過幾次以後 覺得這個參數不錯 但是呢 這個寶貴的地方在於是 你可以利用1 3分之1這個公式 然後繼續調整等待的時間 當你調整到的時候呢 你的風味就很好喝囉 好 那我們研磨度呢 做一樣 那你自己要自己測試自己的研磨度 一樣 先來沖濾質 然後水溫一樣用92度 好 栗子沖濕 一樣是15克 OK 15克的豆子 然後研磨度一樣齁 一樣用OXO的16 OK 好 粉倒進去 15克的粉 偏細研磨 好 蓋上去 鎖緊了齁 好 這邊開始 這邊開始 然後我們一樣225克的水 然後悶蒸的狀況也是一樣的齁 這個位置 好 我們這樣 差不多225克 好 225克 好 蓋子 記得一定要蓋上去齁 要不要手會燙到齁 然後呢 把水 拉大概50克左右 拉到50克的線 拉到50克的線齁 拉到50其實水不到50 然後把水放下去 做一點悶蒸效果 輕輕壓就好了齁 讓你的粉塵呢 都可以吃到水 不要太用力壓 然後計時 20秒到30秒 可以看我這支壓得更輕柔一點點 所以我的咖啡粉呢 水會完全吃到咖啡粉裡面 讓它進行一種類似像悶蒸 但實際上當然不是悶蒸 有點像這種作用 咖啡粉之間的密度呢 會更緊一點 待會你萃及起來的味道就會更好 然後呢 這個 動作做完以後呢 我們一樣分三次 然後每一次都是拉到75的這條線齁 75是這條線 然後分三段齁 但是我們第一段跟第三段 就是時間長一點點齁 做出讓這三段呢 呈現出不同的差異性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差異性之中呢 去調配出你自己喜歡的黃金比例 好 時間到了 第一段 好 拉75CC 好 然後稍微推一點點就好了齁 讓你的水吃下去一點點 好 然後等個10秒 第一段我們等10秒就好 好 等10秒 然後呢 一樣我們快速壓 順順壓 這一段的風味就是剛剛不一樣 第二段的就不等了齁 第二段我們一樣 75 跟剛剛前一次一樣 直接壓掉 這是抗主比明顯比剛剛強很多 好 第三段 把水全部放進去 到75 然後一樣放一點點水 好 放一點點就好了齁 然後再等個10秒鐘 然後最後呢我們一樣 直接壓 好 最後呢我們一樣 直接壓 OK 壓完以後呢 再推一點點 把剩下的水壓掉 OK 這樣就基本上是乾淨的 然後最後可以多來兩次 把裡面的咖啡風味擠出來 OK 完成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跟上一輪的基本版本的 三分之一注水法 因為我第一段跟第三段呢 我多了一點點步驟 讓我的風味 可以更複雜一點點 可以在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讓水跟粉接觸時間增加 那你的風味自然就會不太一樣 我們來喝喝看 跟上一輪的差異性 層次感明顯的 比剛剛那一輪的強蠻多的 因為第一輪 第一次跟第三次呢 浸泡時間真的變長了 但是呢 你又不會覺得過分的濃厚 因為第二次 你的壓的速度還是蠻快的 那如果呢 你已經有DCP的話呢 學長可以鼓勵你 然後先用基本版本 然後再做調整的方式 找到適合你的風味的變數的時候呢 以後你就可以用這個部分 再做更多有趣的 DCP變化囉 好 那我們今天DCP的 沖煮攻略呢 就收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以點個讚 或是分享學長的影片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